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几天讨论最热的是越港通关的话题 因为在香港这里我们注意到好多市民 那个期盼度越来越高都在判 而且还有消息出来揣测通关之前有没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认为香港当前的香港是正情疫情双稳定 年关前通关到底有没有可能 对 这是一个非常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不仅是香港市民关注 我相信在内地特别是越港澳地区 居民都很关注什么时候内地和香港能够通关 这个话题之所以今天要再重点来聊一聊 是因为我们在11月2号的时候看到星岛日报官网 有一篇不是很长的一个文章 它翻了两部分 前半部分就是讲到 那么根据现在香港疫情的控制的情况 有可能近期内地和香港的第二次的有关防疫联系工作会议 有可能会召开 那么会就通关的比方说在跟踪码这方面 技术上可能会有改进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这条消息 那么在前半部分就提到了 第二轮的内地和香港的防疫工作有可能会召开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既然要召开第二轮的这个会议的话 那大家都比较期待 是不是在这个会议上有可能旧时间表 或者是相关的措施有一个定案 让大家都有一个期盼的这样一种 就是再次燃起了 大家期盼的热情了 那后半部分呢 它是讲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 香港超过50%的市民 对采用具有跟踪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软件 那不排斥 虽然还有差不多30%的人表示不太认同或者不支持 但是呢超过50%都认为无所谓 只要能够尽早的通关就可以了 好了那关于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时候 内地和香港最主要还是越港之间 能够有条件来通关 在这里面呢 其实呢有两个部分 一个呢就是要创造一个条件 就是越港之间要创造条件 条件成熟了 那自然就会宣布通关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条件成熟了 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来进行通关 这两个趋一不可 好了先看条件 那么在9月26号 内地与香港举行了首轮的防疫工作联系会议之后 那么当时呢 是双方就是内地和香港的主要的关系 香港那边就是政务司 这个李家超 政务司司长 还有呢就是陈道士 就是环境卫生署 叫食物卫生署 卫生局局长 那么他们参加了这个会议 那么主要呢 还是就两地的疫情的相关的情况进行个通报 来看一看 大家需要在哪些措施方便进行跟进 进行衔接 那么还有呢就是技术方面 香港还有一个科技局的局长也参加了 技术方面呢 主要就是健康码和香港这边的安心出行码 怎么样来追接等等 那一次呢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笼统的通气 在大陆呢 有一句话叫通气 相互之间 亮亮地牌 看一看有什么诉求 大家的沟通一下 在那次会上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有一句话 就是两地会继续的保持相关的沟通 尽快的召开第二轮的会议 但是呢 一下子一拖就是四十多天过去了 到目前为止 双方都没有公布第二轮的联系会议 什么样的一个召开 所以呢 我刚才说过 11月2号星岛日报的那篇文章 重新燃起了香港声明的一个盼望 就是因为它在文章里面说了 报道里面说了 有可能会近期启动第二轮的这个协商会议 那么条件方面呢 我相信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就是两地之间 就是香港和内地主要还是广东省地区 首先不能再有新的本地的确诊的个案 在这方面的话呢 香港已经持续一个多月 没有本地的个案的发生 虽然每天有零星的各位数字的输入 但是呢 基本疫情向好稳定 那么这是第一个这个条件 那内地呢 虽然已经爆发了 这个应该是第四 第五波的这个疫情 但是呢 从广东省的这个情况来看 并没有发生太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本地的一个个案 因此呢 内地和这个香港 就是主要是广东 在这个疫情控制方面 应该说还是做得比较好 特别是香港 做得是非常优秀了 那么今天林郑元佑 在一个会议上也说了 那么香港一直保持着 近几个月的这个零确诊 在世界上是确诊病例最低的一个城市 说明了港府在这方面 这个成就啊 成果还是非常应该肯定的 所以呢 两地确保在近期内 不发生本地的个案 爆发新一轮的疫情 这是第一个首要条件 第二个 疫苗的接种率 在开始的时候呢 香港传出 不是官方说的数字 应该是达到70% 最后是80%的接种率 那么才能够创作出一个条件 从目前来看 香港已经超过了80% 这个接种率 当然老年人的接种率非常低 不到20% 不到30% 20多 那么在内地的话 已经远远超过了80% 所以呢 就疫苗的接种率来看的话 两地 香港和广东省 那么已经是完成 或者是达到了这样一个目标 现在呢 开始接种第三剂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宣布了 在下周四开始 为有需要的高危人群 接种第三剂的疫苗 内地部分城市 地区已经开始接种了 会不会把第三剂接种率 也纳入到 内地和香港的 通关的一个治疗呢 我认为不会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这个是刚刚开始启动的 对吧 不可能说这个 第三剂的接种率 也要达到80% 那就遥遥无弃了 所以从两地的疫情管控 接种率来看 第三剂疫苗的接种率 并不是考虑在第二轮的 内地和香港的联系会议 这个议题上面的 那么第三个条件 当然就是技术方面的 香港的安心出心码 与内地的健康码 怎么样来衔接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技术问题 这里面呢不仅仅是 我说的技术非常复杂 并不是说指的是技术上的复杂 技术上衔接并不是很难 香港的科技局 还有香港的一些公司在研究 怎么样和内地的健康码 进行一个密接 联系起来 难是难在呢 就是香港在这个问题上 还有不同的一些认识 那么特别是据我所了解 在香港居住的外籍人士 对此还有一些不了解 或者是有一些抵触的情绪 他们认为呢 如果到内地去 无论是旅游 公干 还是做什么事情 那么一旦接上了 内地的这种跟踪系统的话 他们的隐私 各方面呢 可能没有一个安全上的保证 当然也包括香港本地的一些市民 所以呢 复杂在怎么样来解释清楚 这样的一个安全出行码 或者叫一个跟踪的一个APP 并不是用作其他的用途 只是为了抗疫 只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然后呢进行每个人的这种 疫情的一个跟踪通报 这样一个功能 当然还有香港人 也有 那我觉得也只是少部分人士 那么他不太愿意接受 这样的一个事实 重点是 如果要衔接的话 和内地的APP衔接的话 那么在香港还有一个 法律上的一个问题 因为个人隐私 香港是有个人隐私的 保护的条例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没事 大家都没事 如果有事情的话 依照什么样的法律 或者是条例 来解决相关的一些纠纷 这个呢 特级政府 如果法律界有人提出来 要法律复合 或者是重新订立一个新的 法律条例来规管的话 在技术层面和隐私保护方面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了 所以呢 我讲的复杂 APP技术方面的复杂 就是 衔接方面的复杂 不是技术方面的复杂 而是在这些 忧虑和法律问题 好了 条件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说条件 这些条件都能够创造出来 两地都能够接受 那么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通关啊 对吧 已经条件成熟了 没有问题了 技术也解决了 法律问题也不存在了 那什么时候通关呢 于是后呢 有个人的揣测 有人说呢 六一份比较好 有人说七一份最好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理由 当然是越快也好了 甚至于你看前两天 香港的一个高官还说出来 今年二月份春节期间 就应该通关 他也给出了一些理据 但是我各的一个判断 首先说呢 我不是 我从来没有参加 有关的一个会议 也没有什么内部的消息 但是我个人根据 各方面的信息的综合判断来讲 我觉得四月份 确实是一个好的时机 是一个好的时机 为什么说四月份 是一个比较好的越港两地 有条件的这个通关的时机呢 首先呢 就是那经过了第一轮的会议之后 那么现在呢 开始推动第二轮的联系工作会议 那么新老日报说 马上就要开了 我个人认为的话 可能在十一月中旬左右 就会召开 从会议理解 了解大陆的这个行政机制的人都知道 每一次开会的话呢 都会有一些讨论 还有一些检视 还有一些对新的一些问题的提出 研究新的应对的措施办法 所以呢 每次的会议呢 实际上呢 它是有很多的内容的 第一次会议 只是一个沟通的会议 第二次会议 将会就第一次会议 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进行解释 检查 那么同时呢 研究具体的问题 包括APP技术上的一些衔接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防疫的措施 是不是到位 是不是够用 你看 最近这段时间 香港收紧了 特殊人群来港的免疫的这个措施 这个呢 就是包括第一阶段的会议的时候提出来的 因为你的香港本地的防疫的措施 和我们还不太一样 香港内地是非常严格的 零确诊 而且呢 防疫非常的严 一旦出现情况的话 怎么样的一系列的措施等等 所以呢 这个方面的话 在第二轮的会议上也会要检视 然后再提出来更具体的一些办法 所以第二轮的会议 大家要注意啊 第二轮的会议 如果说在近期召唤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宣布什么时候通关的会议 而是就第一阶段的会议 一个总结 同时对第二阶段提出来的新的问题 新的一些应该做到的一些要求 来更加的完善 因此呢 它仍然是一个磋商 深度磋商 交换意见 就具体问题进行解决的一个联系会议 好了 那么你看啊 第一个会议9月26号 到今天40多天过去 第二次会议 我们假定 我们假定11月份中旬召开 那么开完这个会议后 两边又要分头的来 就第二轮会议提出的问题 进行研究 解决 制定措施 技术上面要衔接等等 好了 到第三次会议的时候 因为第二轮会议没有提供 通关时间表嘛 对吧 好了 那还有一个第三轮的时间 那么第三轮时间呢 大家要注意 你看啊 如果40多天的话 如果我们假定11月中旬开的话 40多天过去后就12月底了 对吧 那么就是1月份 1月份有没有可能召开呢 1月份有一个问题 就是年底的时候 就是月底的时候 31号就内地就进入到春假了 从1月31号到2月6号 是内地法定的这个春假的日期 那么如果大家有幸看到 第三轮的会议是在1月份开的话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说明4月份通关 那真的是有望了 如果不行 那可能还要往后推 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在1月份召开第三轮的相关的会议是有可能的 那么同时呢 第三轮的会议上就有可能定出时间表了 但是这个时间表定在什么月份呢 我个人刚才说了 是在4月份比较合适 这是因为考虑到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2月4号到2月20号是2020年中国冬季奥运会的时间 冬季奥运会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要管控 防止疫情有可能死灰复燃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不要说对外的输入型的这个严控 对内包括人员的流动都会有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掌控 那么在这个时候两地即便是在越 就是广东省内香港和这个广东通关 这个问题其实呢都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蛮大的一个问题 因此呢在2月份通关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好了春运 春运刚才我说了1月31号到2月6号是内地的春节的假期的时间 而春运呢是跨越的 但是今年的春运和去年一样啊 是要鼓励就地过年 而且再加上国庆节 今年的国庆节出现了这一波的一个访谈 昨天90多例啊 对吧 现在累计已经超过620例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啊 所以呢 就是因为大面积的人员的流动 造成了这一波的一个疫情 那么春节的流动就更大 几十亿人次的这样一个流动 怎么可能放松疫情的管控和放松春运呢 那么因此在2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内地的这样的人流的往来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那当然也包括香港和广东省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是不可能的 好了2月份我们说有一个冬交运会 3月份呢 3月初是两会啊 对吧 通常是3月5号开始两会 两会的话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去考虑到你香港和越 就是广东的一个局部的一个通关的问题呢 那个时候说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 对吧 香港通关的问题那可以先放一放 整个来看的话 2月份春节不会考虑 然后呢 加上2月份的冬季奥运会 再加上3月份的这个两会期间 那么这样的话 基本上4月份通关 就就理所应当应该是在3月份以后 4月份有一个好处 为什么呢 4月份呢是复活节 香港复活节 大家希望能够出去走一走 另外呢就是清明节 内地有一个清明节 正好呢4月份的时候 从人情消费旅游各方面来看 比较好 如果那时候创造的条件都已经完成了 也包括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了 两边的APP完全密接了 4月份有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那就是复活节的时候 那么如果能够开放通关的话 那么可以消费旅游 可以扫墓 清明节嘛 所以4月份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因素 包括临时的突发的因素 包括两边 两地 内地和香港的沟通的情况 但是呢大家有一个盼头 就是希望能够尽早地通关 是 在这个讨论声中 可以感受到那种期盼性 先谢谢正好先生 我们稍坐休息 下一节回来要关注 本届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为何针对中俄两国 诱发针对性言论呢 稍后见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接续有一个谈话的新闻现场 要带大家共同回看 这是在本届 也就是第26届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 他2号 在召开一个记者会的时候表示 本届峰会 中俄两国领导人没有出席 是一个错误 但他仍然希望 年内能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线上会面 能够减少争执 我们带您来回看 除了总结 美国在这次格拉斯哥峰会期间 宣布的环保政策外 拜登把有限的记者会时间 都留给美国媒体提问 而美国记者抢先提出的问题 都和中美元首 年内会面的计划有关 我指明了 中国和中国人 不出席 在沙迦 是一个问题 我们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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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 我认为全世界在看美国的领导 我看中国 我曾经跟 Xi Jinping 当时我当总统总统 当时我当总统总统 有至少五至六个小时 的讨论是在电话上 我会跟他有一个 virtual summit 我已经明确 这就是竞争 它不必有争论 富豪卫视 曹杰 张顿 格拉斯克报道 就这个场景 拜登的谈话来做深入解析 继续和评论员正好先生这里来请教 刚才拜登这么样的一段谈话 又再度点名中俄 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它是有几个意思呢 联合国气候公约第1方 第26节会议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要到这个月的12号才结束 那么拜登是参加了凯姆士 和昨天的两场会议以后 在举行完记者会就回去了 他一共是在欧洲 待了5天 之前还参加一个J20的一个峰会 那么在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上 他开始公开的点名 批评中国俄罗斯没有参加 这个这次的COP26这个会议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呢 其实呢只是他非常小的一部分 在前面他还点名批评中国 认为了中国缺席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错误 而且他还说了一些话 包括这个会议 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气候这个大会 全世界都是高度的关注 从冰岛到澳大利亚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在关注 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会议 但是俄罗斯中国没有参加 难道你们还要显示 你们的世界领导地位吗 用这样的一个反讽的这些话 来讽刺中国 同时呢他还说到的就是 在这个大会上 我们彰显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地位 我们回来不仅回来 而且我们还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领导世界 来开始减排 实现目标等等 特别是在同样的一个场合 他还召开了另外一个会议 就是和这个欧盟委员会的主席 共同主持了一个所谓的一带一路的 有关这个就是美国提出的B3W Building Back Better World 因为它有三个B 就B3W就是建设美好的世界 这样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呢 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 因为在他上台之后 推出了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他到这个欧洲访问的时候 推出了这样一个所谓的B3W B3W这样一个计划 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这本来并不是一个有关气候问题的 一个议题 但是呢 他却在这个气候会议期间 和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 来共同举办这样一个会议 大大声地指责中国 不透明破坏环境等等 那么所以呢 从拜登的一连串的这些举动和言语来看 那么他完全是有政治上的一个图谋的 外交部呢 已经公开地指责拜登 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 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推卸责任 而是呢 一连串的 这个和中国进行对抗的 又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阴谋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 他在这样一个场合 来公开地指责中国 也包括俄罗斯 实际上呢 是想要分裂 分化中国和其他的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在共同对抗 或者是共同解决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这样的一个建立起的一种合作的关系 他要把自己树立为领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袖 没关系 你怎么样都说 但是呢 他同时要打压中国 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意图就很明显 只有我们美国才能够做到 但实际上美国做到了吗 美国是实际上最大的一个碳排放的国家 而且到现在为止 他仍然每年的碳排放 仍然是居世界最潜力的 但是美国的承诺 美国向发展的国家 海洋小岛屿国家 提供了多少的 这个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呢 对吧 远远的低于他所做出的相关的一些承诺 完全没有 那么在这方面 他既是要挑拨离间 挑拨中国和发展的国家 在气候议题上的一个关系 同时呢 也要抬高自己 但是他自己 本身美国 他是在这方面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直播的这样一个期间 他又明显的把中美之间的 关系的分歧裂痕 曝露出来 那么让世界都感受到 那么美国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在很多的方面 不仅仅是气候 不仅仅是这个所谓建设美好的世界 一带一路 尚要和中国对抗 而且呢 要在很多的方面 都要和中国展开竞争 尽管他后来又说 我们不是冲突 他刻意地又说到了冲突 把过去曾经重复了无数次的话 和习近平主席多少多少小时的通话 再次地说一遍 刻意地曝露出来 就是美国实际上在和中国 这个较劲 在竞争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 还会延续下去 尽管他也肯定了 他说我不久 就要和习主席展开一个视频的峰会 不会有对抗 不会有这个 就是继续是对抗 不会有冲突 他在做出这个保证 但是呢 他这样公开的披露 这样的一个意图的话 实际上也是暴露出来 美国仍然要和中国 在很多的问题上是对立的 是分歧的 是对抗的 虽然不是冲突 那么所有的这些的话 都会反映出来 他有非常的一个 完整的政治的一个逻辑 和政治的一个企图 一个计划 好了 关于这个B3W 我要多说几句 关于这个问题呢 他在这个检讨会上 他就公开地指出 中国的一带一路 是帮助了一些国家的腐败 让一些国家债态高筑 无法这个赏还债务 而且呢 他攻击中国 在所有的项目上面 重大的项目上面 不透明 等等这些东西 我必须要说 我想引用美国 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大学 那么他在9月 今年的9月份的时候 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 他列举了很多的数字 他说 中国自从开始进行 一带一路这个项目 推进这个项目以来 一共呢 已经向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一带一路的合作的关系 并且一共有13000多个项目 已经完成 或正在进行当中 贡献出来的 这些项目 这些项目 加起来的价值是多少呢 是8300多亿美元 而每年 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地区 贡献的 或者支援的 或者叫合作的拿出来的资金是多少 平均是870多亿美元 美国是多少呢 美国每一年对外的这种资金的贷款 大概少于370亿 370亿美元 那一半有少 对吧 那少过中国870多亿 一半都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报告就认为 美国虽然说 B3W是多么多么的好 多么多么的透明 不会对发展的国家造成污染 不会有腐化 不会有债务负担 但是美国只是在说 到现在为止 B3W仍然是一个雏形 仍然是一个设想 连美国自己的 2万亿的经济复苏资金 到现在还卡在国会 那对世界的 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在哪里呢 是完全是一个question mark 所以呢 大量的事实说明 中国在帮助这些国家来建设 而且中国在不断地 减免非洲国家 不发展国家 贫穷国家的债务 从2000年到现在 一直都在减免 因此呢 拜登的这番话 已经完全暴露出 他有背后的一个正常的意图 但是中国完全不会受影响 本届气候峰会上 仍能看出 以拜登为主的一个政治博弈 对 谢谢郑浩先生的新闻今日谈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祝福大家顺心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